1月28号晚 肥妈面对面演唱会在香港体育馆举行 香港艺人肥妈玛丽娅 一首家喻户晓的《大中国》 让演唱会现场热闹非凡 不少银发作歌迷手举日圆灯牌与肥妈齐声合唱 身着一袭金色礼服 脚踩十几公分水晶鞋 68岁的肥妈在舞台上竞歌热舞 火力十足 恭喜恭喜 祝福你 财神道等新年串烧歌 令宏馆洋溢着过节的喜情氛围 近三个小时的演唱会上 肥妈邀请了众多表演嘉宾 演唱多首经典音乐作品 作为葡萄牙艺的香港人 肥妈还情不自禁地展示了 自创的家国新生 动情真挚 令现场掌声不断 只有中国人 在演唱会离近尾声时 肥妈为已经过世的丈夫诉上一首评着爱 将思念用歌声传递 屏幕上出现了她与丈夫曾经的合照 令不少观众动容落泪 肥妈多年的好友Christy告诉记者 她很开心能够看到肥妈在舞台上火力四射的表演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鼓舞着人们要努力奋斗 也告诉人们要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我今天很开心看到她的表演 然后之前我在后台看她 她的画作好漂亮 她好像一个美人鱼一样 好潜艳艳的 然后她的表演是非常非常好 越劝越好 然后有一个环节是她跟了纪念她的老公 所以我觉得她非常经常的女人 然后她也鼓励我们 要努力不要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们然后开心 一战开开心心是最重要 香港市民彭小姐此次带着一家人来观看演出 她说肥妈是自己的童年偶像 这次她特意带着孩子来感受演唱会氛围 听到很多经典老歌令她心潮澎湃 我们都是肥妈的一次 我们就是小时候都是一起看电视的 所以我们很喜欢肥妈 去在这里看到肥妈的大中国 我也感受到她肥妈是一个很热爱中国的人 我们都是中国人嘛 那我们都是有一个热忱的心事 作为中国人的